哈囉,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戰長林偉 今天我想跟你談一談網路行銷的成功關鍵 拋開速成 之所以要談這個主題 是因為我發現 真的很多人認為網路 似乎可以一夕之間致富 很多人認為透過網路可以快速的賺到錢 有些朋友或是我的學生 還會寫信來問我 到底該如何在網路上快速的賺到錢 然後外面其實有一些公司或是老師 也在他們的一些課程或者是文案當中宣稱 網路賺錢其實很簡單 而且可以很快速 甚至只要點點廣告就可以賺到錢 或者是只要報名他們的課程 就可以快速的在網路上讓你賺到錢 OK 其實這樣子的課程文宣內容 雖然可以增加課程的報名率 但我發現的確也造成了很多人對於網路行銷的錯誤認知 他們認為只要學了網路行銷就可以快速在網路上賺到錢 但是學完之後發現沒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或幾個月 就賺到錢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說網路行銷是騙人的 網路創業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今天我要打破這個迷思 讓你知道一件很殘酷的一個事情 一個真相 就是如果你現在在沒有任何資源 也沒有實體開設店面的一個狀況下 那麼網路創業、網路行銷、網路賺錢 都沒有辦法讓你快速的在網路上賺到錢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些實體的資源 或者是你已經認真的去建立了你網路事業上一些基礎 你會比一些完全沒有資源的人 他們要來得快速一些 但至少我認為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 OK 你如果想要在網路上建立自己的事業 創造出可以獲利的事業模組 我認為你真的要立即 拋開速成的這個關聯 因為網路行銷其實並沒有辦法讓你 短時間快速的賺到錢 而是需要跟實體事業一樣 要花很長的時間長期去經營 沒有辦法立竿建議 所以如果你想立刻賺到錢 我比較建議你 或許還是直接去外面的公司上班 至少每個月會有很穩定的幾萬塊台幣的收入 OK 這樣其實也比較符合30天快速賺到錢的原則 因為你每個月都會領薪水 所以工作30天你一定會領到錢一定會賺到錢 OK 而你如果真的想要在網路上開始建立你的事業 你應該至少要以一年的時間來規劃 也就是12個月 那這12個月該做哪些事呢 例如可能前面3個月的時間 你要花很多時間在學習還有摸索網路行銷 之後再花3個月的時間去選擇一個你要從事的立即市場 然後去架設網站收集客戶名單 後面半年的時間你就可以開始步上軌道 經營網路事業 持續的收集你的客戶名單 然後持續的經營你的網站 然後幫你網站裡面新增更多的東西 以及進行行銷推廣等等 OK 當然以上這些都只是一個基礎的模式提供讓你參考 真正每個環節其實所需要的時間都是因人而異的 每個事業也都有一些不同的規劃方式 甚至很多的一些專業工作 我認為你也可以直接外包給一些更專業的人 他們來幫你做 你應該要把時間和精力花在更需要你自己做的一些地方 增加你網路創業網路行銷的一個產值 OK 這才是真正在經營你網路事業的一個正確的方式 而不只是炒短線然後賺快錢 然後賺一次下一次呢 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或者是又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建立事業的一個態度和一個正確的方式 OK 所以最後你應該要記住的一件事就是 在網路上面創業賺錢 其實真的和實體的創業賺錢都一樣 需要花費很多的心力和時間去長期經營 並非一朝一夕之間可以快速的邁向成功 這就是網路創業的一個成功關鍵 所以你應該要拋開任何的一個速成的觀念 或者是可以讓你快速賺到錢短時間內致富的一些想法 OK 這些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錯誤 可能會讓你的事業走向毀滅的一個錯誤的想法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老師他跟你說 他教你如何快速的在網路上面賺到錢幾個月或幾個禮拜 甚至是幾天就讓你賺到一筆收入的時候 或者是說他現在有個百分之百獲利的一個網路創業賺錢系統的話 我想你可能就需要花時間去小心謹慎的評估一下真實性的 OK 那今天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歡迎你留言 然後分享你對於網路創業或者是網路賺錢 網路行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看法 OK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戰場林偉 我們之後的影片或者是廣播再見 掰掰